另外镜头带一到复理相待会 为在复理最北端的安住部落 因为没有固定的聚会所 长期以来都要到隔壁部落来办理活动 所以复理相待会相代表孙永成 在定期大会上就直询 特别提出了要求相公所能够重视尽快解决 为在复理最北端的安住部落 因为没有固定的聚会所 长期下来都要到隔壁部落办理活动 所以复理相代表孙永成 在定期大会上直询 特别要求相公所能够重视尽快来解决 现在以前都是卢尾嘛 都已经都砍了 所以这个位置在这边 镇立委以前也是说 在安住风年季的时候 他也是说以后明年度 风年季一定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到底是有没有这个要新决 在安住部落这个救回首啊 是不是上面也同意了是不是流标还是怎么样 陈荣聪表示立法委员政天才当初所喊出要新建的地段是属于纵管处 而纵管处也拨用给布里乡公所来使用 不过地幕不太一样 要经过新办事业变更 公所也已经向上承报 不过变更土地程序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那目前这在进行中已经走到快后半段了 但是一个问题又来 那一块地又有涉及到河川地 又有河川地 不是只有这个 就马出的地而已 那还有河川地 那还要必须再跟河川局呢 还要再协调 这个都是要靠立委他们去协调 所以很多事情建立 尤其不是在这个建立上的 这要变为公有地的话 这个程序要走得比较长久 陈荣聪也多次跟当地的头目沟通 请他们稍安勿造 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也一定会给安住部落一个聚会所 首当就是要先处理土地变更的问题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